台中第五選區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黃建豪前往低檢數 按鈴提告綠營對手莊靖成 利用假民調行真抹黑之實 我們今天來提告主要是針對這個行為 不是他罵我沒關係 但是你不能用這個 以民調之名行抹黑之實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來提告莊靖成 意圖使人不當選 點破提告內容 同批對手製作虛假的點化民調 通話內容還涉嫌抹黑 只要提到支持黃建豪的下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會問說 可是黃建豪他支持 這個要跟中國簽和平協議 首先我從來沒有說過這些話 那第二這個擺明 就不是真正的民調電話 直指前陣子莊靖成質疑 他隱瞞與中國高官來往 控訴對手利用這項爭議 意圖使他不當選 同一時間黃建豪控告的主角 莊靖成正在進行車隊掃街 靖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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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動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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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對對手控訴莊靖成出面 向媒體澄清 根本不清楚他在講什麼 因為我們團隊也沒有委託 那個公司來做民調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他可能真的是選情告急 那在做這種政治的一個操作 大力闢謠還怒吼支持對手的 政治操作 並拿出黃建豪的競選文宣 那這樣的文宣 完全都是斷章取義的抹黑的文宣 那這幾天 他們就是在做這種事情 那這才是真正的抹黑 不滿遭批 莊靖成也通批對手的抹黑手段 抹黑風波 藍綠雙方攻防激烈 三連新聞時已會臨為志祺曹聖章台中采訪